当我们想要制作封面页的时候 不管名游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它一定都会在最前面完成封面页 封面页在哪里呢 在插入底下 第一个功能就是封面页 点选自己喜欢的封面样式 比如说我现在先暂时选花翘一点的样式 让大家看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选择多面项 那我现在先把显示比例缩小 让各位可以一次多看到几页 这就是我们的封面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末路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内文开始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觉得刚刚那个封面不是很喜欢 没关系再一次的考验 如果说我现在游标落在绝对不是封面那一页 我们再重新插入个封面页 例如我现在想要换成这样子好了 刚刚的封面就被我们修改掉了 然后在文件标题的地方 试着再放适当的一个标题 然后这简单的去放一个说明 说明说这份文件的小标 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份文件大致上把封面也确定出来了 然后有别于跟末路跟内文 再说明一下封面就是第一节 然后接下来这个末路 完整的这个末路到这个地方就是第二节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第三节 在每一个节之间 例如说在这个第三节的前面 我们应该来看一下那就是这个的后面 想要增加一个分节符号 怎么样增加呢 好增加方式就是在版面配置分格设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要选择分节符号 下一页 这边会多增加一个空白页 记得把它给删除掉 因为这是多余出来的 接下来呢 在这个末路的最前面 末路的最前面 那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跟末路的交界的位置 选到了这个末路的前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建议是 在把中文字 就是说末路打进去 这样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哪里是最前面 所以在这个末路的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 版面配置分格设定底下的分节符号 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分节符号显示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分节符号 这个分节符号 我们记得常用底下的这个符号要打开 打开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分节符号 刚好现在被一个物件挡住了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个节 这边封面是第一节 我是坐在封面跟末路的交界这个位置 接下来呢 在末路 结尾跟版文交界 再增加一个节 这个分节符号 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就会有三节 我们针对这三个节 我们可以设定三种不同的一个 夜码的样式 首先 夜码设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一定要从节三开始 也就是最后一节来去做设定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先把页码插入进去 所以点选插入 这边有一个叫做页码 我们可以放在页面的底端 页面的底端的中间的位置 这样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看 所以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最上面 最上面第一节 第一节 他知道这是封面页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页码设定 接下来呢 第二节是目录 目录下面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零 这代表编号也都不对 好 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小写 I那个英文符号 那接下来我们说 如果要设计夜码 我们从第三节 也就是最后一节开始设计 所以在这边最后一节就是什么 第三节 我们来去看一下夜尾这边 夜尾这边 它的一个设定的方式 我们先选到这个夜码 然后接下来 这个铜钱要关掉 因为目录那边 所谓铜钱就是现在的样式设计 要跟前面一节的样式设计 一模一样 所以这边铜钱是这个意思 所以前面的一个目录 夜码 它是用罗马小写的数字形态 我们不是要用那种形态 所以我们要把铜钱给关掉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一个页码呢 我们要去修改它 怎么修改呢 在这边页码 有一个页码格式 针对这个页码格式呢 我们要从1开始编 然后编好之后呢 就直接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下来去看一下 这是第一章 所以这边应该是本文的第一页 然后这边会发现说 它没有页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的页码加进去 加进去 插入 页码 选择页面底端 中间 而且要记得 好我们一样先从目录的第一页来去看 这应该不是从0开始 应该从i开始 那我们先把这个铜钱关掉 也就是连结到钱结关掉 接下来呢 针对这一个页码的一个格式 我们要去修改 所以点选页码底下的页码格式 一样其实我们是从1开始 但是它的数字的格式要换成 罗马数字的这个i 然后点选确定 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这边变成一个i了 那到第二页 那我们最希望是i 记得把这个铜钱关掉 那因为它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用做任何修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一节 第一节它本来就是没有页码的设计 所以第一节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完全不用动它 然后设计完这个页尾 我们就再点选关闭页手机页尾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一份文件就制作好了 页码的设计 那目录是不是要再修改一下呢 所以呢 我们点选参考资料底下的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从1开始 然后接下来第一节 都是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检查一下它的一个目录的页码 A是用I 然后下面这边是用II 然后接下来这是本文 本文当然也是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第二页一直内推 我就不足页的去秀给大家看了 这就是一个页码设计的技巧 我现在想要在Microsoft Office 2010的后面插入一个影文 所以我们就点选参考资料的插入影文 新增来源 首先来源的类型 我们可以往下去找到 例如说从网站 然后作者呢 作者例如说是Wikipedia 维基百科 然后接下来网页的名称 我们叫做Microsoft Office 然后网站名称输入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在网址地方输入适当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那在这个地方它会秀出来 例如说维基百科 然后没有指定的日期 那当然我们在文件的最后面 我们要去放所有的影文 如何放所有的影文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直接写影文 然后针对参考资料 曾经做过的所有的影文把它建立成书目 所以是点选书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书目里面的这个插入书目显示出来 所以点选插入书目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曾经做过的影文全部都呈现在文件的最下面 特别说明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样式 像我现在所使用的样式是使用APA最新版 也就是第六版的样式 它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样式 然后会随着各位的实际需求 而有不同的指定 所以这边它呈现的样式是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这一种 那我现在特别说明 我所使用的样式是使用APA第六版的样式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以上就是影文如何插入影文以及制作书目的讲解